到了Paper 3 Part A 大家包括我 經常都有機會坐Tensors 跟我昨天說Paper 2 都是同一個玩法 只是給你時間檢查的時候 就要搞定Tensors 尤其是Task 1、Task 2 難度比較低是考笑不小心 記住捉緊Singular和Pro 到Task 3和4 很多時候都是寫長題目 千萬不要執著串整個字 重量用多些選擇 例如人名可以用Initial 或者用Between這字 可以B一撇之後W Wave 可以W再一撇等等這些選擇 最後那些幾分鐘才要改 不過千萬不要忘記改 因為人腦同一時間要處理幾件事 是很困難的 尤其Part A是一閃即逝的 所以聽字還聽字 想怎樣串呢 就最後才想 B2的話 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實它是分兩個不同的Data File 所以除了一開始的錄音 是有機會IR之外 因為你的Data File就要事前分好工 基本上就很少會出現IR 不過很多會怕IR之後漏入Content Point 所以如果你Part A有信心可以偷些時間 去分那些Data File 分那些Point 如果沒有的話 就記得分好Data File 先才好寫 就不要走冤枉路了 還有B2裡面的Language Fund 基本上鎖定是三分的 所以就不要想著怎樣修飾去拿高Language 記住這份卷都算是趕逆卷 看著時間捉住所有Content Point 最後最後 格式一定要背 但萬一去到真的忘記了 記住那裡是兩分而已 不要輸掉心理 你抄捉它的Content Point 它賴死都要給分的 好了 最後一天是英文 明天就永遠不用做英文卷了 加油大家